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在今晚就正式宣佈了他要流亡 對於他這個決定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會感到意外 尤其就是過去兩天所發生的一些蛛絲馬跡 當然很多網民在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亦都是輸了一口氣 同時都是對他作出了祝福 他在Facebook上寫了一篇宣言 其中有一段我認為值得跟大家分享 他這樣寫 說相比起留在香港 在苦難中仍然奮鬥的手足 戰友和年輕人 我在外面實在就不配有任何的家許 只是想你們知道 你們為香港的自由所犧牲的 就是我所背負一生 要為香港奮鬥下去的理由 我會以為香港人的自由打拼作為我畢生的置業 我有一項個人的堅持 流亡不是移民 我永遠不會移民 永遠沒有辦法在另一個地方落地生根 我的家就只有香港 這也是我沒有尋求任何國家的庇護下腳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寧願四處漂泊著 等待回家的一天 我已經是下定決心了 我必定是會回家的 在光復後的香港 和大家在煲底 流淚相擁 這就是 許智峯那篇宣言的其中一段 他當中就提到一個 信念 流亡不是移民 其實這件事都很值得大家去思考 當然如果一個人 他本身有差不多的資產 可以申請投資移民 又或者他本身已經是考取了一定的專業資格 可以申請技術移民 當然 當然這個就是那個人本身自己有本事 於是他就不需要考慮那麼多 或者背負著什麼 因為這是他個人的成就 他移民就是他應份本事 但是其實有不少人 通過今年五眼聯盟國家所頒布的一些新途徑 才有這個機會移居外國 比如英國的5加1 或者是加拿大公佈的三項計劃 或者是澳洲公佈的放寬措施等等 如果你是循住這些途徑來移居外國的話 無論你的心態是移民也好 旅居也好 或者是流亡也好 你有幾件事必須要碰記住 第一 就是本來這些移居的途徑是不存在的 那什麼時候才開始出現 就是2019年6月 因為有很多香港人上街示威遊行 抗爭 然後就出現了一連串的悲劇 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在承受苦果 如果沒有這群人存在 基本上就不會有這些移居的途徑 尤其是英國就更加不會那麼快有5加1的方案出台 好了 我有一件事就是很不明白 為什麼在Facebook那些移居英國的群組 有相當部分都說叫人不要討論政治 那些是不是藍絲開出來的 本身這個BNO5加1就是政治的產物 你叫人不要討論政治 你起不時是喝水都不思緣 是不是 如果你是憑藉著自己的本事 去申請移民 我覺得沒所謂 這個是你自己 有料到 你有錢 或者你有專業資格 你讀書讀得厲害 這個是你個人的收為 但是如果你是通過5加1來移居的話 你就一定要惦記 原來你能夠 逃出生天 首先就是因為有這班人在香港抗爭 所以就算是移居到外國也好 一定要持續地關注香港的情況 就不是說自己走了 自己 有一個重生的機會 就怕拖子有算數 就忘記了香港的所有東西 這些就是亡本 第二件事就是要感激那些 願意為香港人提供移居途徑 而又接受你申請的外國政府 為什麼呢 因為別人就是把移居的門檻 大幅下降了 如果按照原本的門檻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走不了 要不就要投資移民 要不就要技術移民 諸如此類 總之現在就是 有這麼寬鬆得這麼寬鬆 台灣都準備離開頭 人家就已經準備了一些新計劃 所以就一定要 對於外國政府的感恩 第三件事就是對於特朗普總統的感恩 就算你是多不喜歡他也好 過去的四年的 確就是由他執政 而在他執政的底下 五眼聯盟國家真的回應是相當快 真的提供了一些途徑 讓香港人移居 這個是客觀事實 就算你多不喜歡他也好 這件事都是在他執政的時期發生的事 而是在其他總統執政期間 是沒有出現過的 這是不是客觀事實 九七之前都沒有出現過這些事 好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有些媒體曾經報導過 為什麼英國的5加1會公佈得這麼快 其中一樣的因素 就是英美貿易協議的談判 因為當時 特朗普政府 對於英國政府有些施壓 於是 加速了5加1的公佈 我相信這個說法 我相信是提供了一些助力 如果純粹單靠英國國內的壓力 可能遲早都會出現 但就未必有那麼快 無論如何都好 既然現在有這麼多文明世界的國家 向香港人招手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很應該 認真地思考一下自己的路向 尤其是 香港的青年人 當然無論是決定去滑流都好 這個都是很純粹的個人決定 我覺得都應該值得大家去尊重 就不需要互相攻擊 我在網上看到很多很無謂的攻擊 有些人決定要移居的時候 有些人就是罵他做逃兵 或者是棄甲藝兵 有些人決定要留下的時候 有些人反過來問 為什麼你還留在這個地方 遲早就變成地獄 諸如此類 那我就覺得不需要說這些 那麼激烈的言辭 因為無論是 決定去滑流都好 其實都是每個人對本身自己負責 作出一個最適合自己的抉擇 台灣方面究竟他們有什麼新措施 台灣的陸委會副主委兼發言人邱瑞正今天說到 在兼顧國家安全和防疫的要求下 正在研究 修改港澳居民 前往台灣的制度和法規 為著香港人去台灣求學 工作是提供便利的 其中就是 有三個的具體方案 第一 就是鬆綁香港的優秀畢業生 去台灣工作的限制 第二 就是檢討放寬香港專業人士 前往台灣工作定居的限制 第三 就是開通香港人前往台灣的投資綠式通道 當然你說 台灣的工資水平如何如何 我覺得有些東西是不用恨的 每一個地方當然有它辣和不辣的地方 你說英國的稅很重 台灣的工資水平很低 加拿大又很冷又很悶 這樣的話不如留在香港好過了 所以每一個人 就作出一個最適切的決定 那當時 那些人為甚麼選擇要走呢 是為了謀求一份更好的工作 賺更多的錢 還是怎樣呢 如果純粹看錢份上的話 我認為最應該是留在香港 因為香港的工資水平夠高 而且 很多工種 基本上都是 就算是超過賣的 不走就好過走 如果純粹為了賺錢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 是容易賺錢得過在香港 當然為甚麼現在要作出一個思考 作出一些的抉擇呢 就是因為那些外在的條件 改變了 英語有一句說話 Freedom is not free 自由就不是免費的 如果你是要呼吸自由的空氣 或者是想自己的子女 接受一些 英式或者美式的優質教育的時候 當然 就會有所取捨 所以人生就是充滿矛盾 就是這個地方 沒有兩全其美 如雨紅掌就不能兼得 其實在過去的二十幾年 香港人都已經是賺了 自從九七年開始 這個主權就已經是移交了 直到去今年的六月 才有這個國安法 我自己認為這二十三年是賺了 其實都沒有什麼好遇願的 因為關於香港前途的問題 其實由頭到尾 香港人都是no say 是沒有角色的 這個沒有辦法 我講到最後的就是 如果你真的打算要移居外國 或者是已經移居了外國的話 希望你就算人不在也好 起碼心也要跟香港連在一起 至於那些大學生 中學生 那麼多文明世界向你招手的時候 你就考慮一下 想一想就沒有壞 對不對 到最後你可以決定不去 或者去完之後反悔回頭都可以 年輕就是本錢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